其实这个民调 杨明哥 所以怎么样 大哥没有输 或之前的勇冠三军 其他有字啊 不是啦 这个一平民调他只有 他的条件 我们这个所有的民调 都要用所谓的研究方法来看 他这个网路民调叫做 所谓的 假性记民投票 什么叫假性记民 他是要有Google账号 你要有Google账号 你登入你一个Google账号 可以投一票 好问题就来了 这种网路投票 他也没有抽样 因为比如说 这38.4会不会有国外的人 有Google账号就可以投 外国人也可以投 中国人也可以投 任何这个 就是你只要有Google账号 他不会限制你是哪一国 你哪里去的 通通都可以 所以他总共 我们比较精确的 来说明这份民调是 在3000多位投票的网友里面 有1000多位 38.4%的选择支持 侯友宜 有这个一样1000多位 37.1%的支持 柯文哲 那有不到1000位的 这个支持 24.5%的支持 赖心得 他就只能局限在这 3000多位网友的意见 无法推论到全国民众 就这么简单 但是这个现象 我觉得这份民调给侯友宜一个 某种程度是一个鼓励 就是说有网友愿意支持你 那这个网友是怎么来的 我们先不管 可是呢 你在网路上 能有人愿意帮你动员了 其实这种投票都是动员的 因为他就是 这个媒体 他说我们现在要办这个投票了 下午5点以前截止 所有人就开始去动嘛 那他们要愿意去动员 你确认是正向的动员吗 不管是不是正向动员都没关系 也有可能是绿营的去 策略性支持啊 都有可能啊 但是我说 今天基本上 这种民调 基本上我都不会认为这叫民调 就叫做网路调查 他不是真正科学的民调 科学民调的基本要件叫做随机抽样 以及他要 这些样本数要能够代表母体 这个都是研究方法 量化研究方法里面最基本的ABC 这样的网路民调没有意义 就像好 现在很多的观众朋友很喜欢看这个 哎呀 我们在哪里街访100位民众 然后呢 这个多少个 街访一样属于不科学的 不随机的民调 他可以 他可以做一个所谓的意见带意见分析 但他不能作为最后推论整体 整个群体 选民结构的一个概念 因为 比如说街头民调会有剧房 你拿麦克风队他都会回答吗 不会 可是这些拍片的 他不会把那个剧房的部分剪进去 大部分都是哎 愿意回答的还跟你说 所以这个部分就会有很大的偏差 他的误差值会远超过传统科学民调 所以这份民调我简单讲就只是 有人现在不希望侯友宜太惨 有人不希望侯友宜太惨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侯友宜来讲就是 自己心里面知道自己他们现在在打什么样的一场选战 比别人怎么评价你更重要 因为你才一个月 这一个月的时间你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冲刺 你比如说 你有蛮多份民调最近公布了 你是排在第三名 你有没有发现 比如说排在第三名是哪些族群 从你五月中到现在是落后的 是减少的 你有没有要去把这些人拉回来 或者说比如说我刚刚讲的 国民党支持者对你的支持强度不够 你要用什么方法把这些人拉回来 好 一个一个一个去解决 把问题解决是侯友宜现在的药物 然后呢告诉大家你想要表达的诉求 千万我觉得侯友宜现在最大的困境是 已经开始被草包化迷音化 以及认为说你讲不出内容了 所以6月19号后天 这个台大的座谈会 对侯友宜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非常非常大的挑战 因为上一次在政大的那场座谈会里面 他讲的很多内容 被用那个就是那种很迷音的方式 你讲10分钟 把你快转过去之后 然后说哎呀还是没有回答 可是如果今天你每一次跟学生座谈 QA都是这样的模式被运作的时候 你的年薪票全部 我讲会滴到谷底 你的年薪票会跑光光 所以当你发现这个问题 你现在愿意去直球对决的时候 你有没有策略把这个现象扭转开来 我觉得这是侯友宜的团队 跟他本人现在要面临的第一要务 我跟你讲到谷底有一个好处 就是不怕再失去 没有什么可以失去 你没有包袱你可以往前冲 叫做now where to go but up 对也只有这样子 背水一战的意义就在这边 如果你发现说对我已经没有什么好失去 我不需要那么保守 不需要那么谨慎 都已经没有人了我了 我为什么不放开 就是比如说两岸的议题我就放开讲 什么议题我就对往前冲 哦你反而也许会得到 这个说哎 意料之外的这个优势 其实某种程度我认为柯文哲就是一个 反正我本来就没有执政的经验 我为什么不放开来打 这反而是柯文哲的优势 他没有包袱 所以他什么议题都可以讲 可是你反而国民党 你又跟国民党里面有一些意见 比如说我昨天看那个凤鑫杰讲的 他就想说对啊你两岸的议题啊 能源的议题怎么都不把它讲清楚呢 我说光这两件事情把它讲清楚很重要 不要再去看日子啊 良辰即时是7月我们7月来讲能源 两岸的我们要等到这个去美国面试回来 再来讲你就是他们的 我觉得他们的团队就是安排了太多 设定好的时程结果呢 等在还没有这个时程发生之前 你可能已经被打趴了 那为什么不赶快把这些 能够讲的先把它讲清楚 比如说赖兴德 那个紧急状态使用核能很快就说了 他不再提了哦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王美花 曾文森这些 就是说民进党这些官僚体系开始慢慢的 往可以使用核能的方向移动了 这就是民进党厉害的地方 争议的议题他会开始 这个会有争议我先不碰 可是他们会开始营造一个氛围 核能还是有可能可以再来的 潜移默化当中 没错没错没错 把论述铺成然后呢再往前冲 这就是你看包括那个蔡英文也说 紧急命令下可以使用 这就是民进党聪明的地方 这个我们讲国民党 你国民党常常是讲 争议的啊说回来所有人不再谈 所有人不谈然后呢你就没有 你连论述的战场都失去了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不要怕争议 有争议就去辩论就去论述 你要有信心你下面这些小鸡 有能力跟你一起并肩作战 我觉得猴团队最正确就是 不信任党内的人 阎老师其实大家在这一波也看到说 赖清德真的有可能垫底 甚至只有24.5的基本盘吗 因为连他自己个人的基本盘 可能都不仅如此了 当然不可能哦 我觉得民进党基本盘 起码都有35到40 或许更高一些哦 所以刚才杨明也讲了 这种的民调啊 真的就是想要去做的人会去做 那这就是没有达到一个叫做 随机抽样的目的嘛 就是你基本的 一定是随机抽样 这个才会算得准 其实我们你看 现在来做民调 包括最近我家里头也就接到这些 所谓的这个国民党的初选 党员之间议员之间要争取立法委员 你都是用这个桌上型的电话来抽 绝对不准的嘛 我们看到他们都已经就说都已经要把这个手机也要纳进去 然后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加权或调整 那更何况这种并不是一个随机抽样的 那我觉得这种民调看看就好了 那我觉得侯友宜看看好像还不错 有人可能比较着急的想把你运作成为第一 但是你自己要努力啊 绝对不能说有一份民调 我觉得说候选人不能用就是哪一份民调 把我排第一就认为我是第一 特别是这种不是长期做的民调 不是有系统长期做的 让大家觉得公信力是特别够的 这一类的民调我觉得才有公信力 否则你这样随便找一个民调 我们过去也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党的候选人也好 或者党他们自己会找他们自己 亲他们的来做一个民调 然后做出来的民调大家没有人相信 因为他只做了一次民调 这个公司也不见了 这个机构也没有什么公信力 所以我不认为这个赖金德会在乎这一个民调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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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